今天,我一是要跟你讲一类经典问题 反比例函数的对称性 来,我们把目光投向热情奔放的大东北 来看一道辽宁省的中考题 如图所示,与之这条直线的解析式是Y等于-X加B 交X轴与点E,交Y轴与点F 双曲线的解析式是Y等于X分之1 它俩交于点A和点B 以至这个三角形的面积等于这个三角形加上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要求这里参数B的值 这道题数和坐标啥都没有 这可怎么求呢 图而莫慌 仔细看一下这个图 是不是很有对称美呢 你看,这条直线是Y等于X 是一三向线的角平分线 那这条双曲线显然是以它为对称轴的 其次,这条直线的斜率是-1 这就决定了 直线与Y轴的结局是B 与X轴的结局也是B 可得这是一个等摇直角三角形 它是关于Y等于X对称的 所以这条直线也是关于它对称 于是整个图像都关于直线Y等于X对称 那这两个三角形也就对称相等了 而整个三角形的面积等于B的平方再除以2 以至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等于这个三角形 那它俩就一共占了全部的一半 而它俩又对称相等 所以三角形AOE的面积就是再一半 等于八分之B方 知道了它的面积 剩下的就是倒腾出A点的坐标了 你看,这底边为B 可得它的高AH等于面积乘以2 再除以底边B 也就是四分之B 这就是点A的纵坐标 带入双曲线解析式 可以得到它的横坐标 因为点A还在这条直线上 所以带入直线解析式 可得这个方程 求得一副一正两个解 这两个B都可以吗 咱们来验证一下 如果B小于0 那回到途中 直线就得在原点下面 那就不可能和双曲线相交了 所以这个解得舍去 那B就只能等于三分之四倍更好三 搞定回家了 且慢,为师还得总结一下 以后再遇到斜率为正负一的直线 和双曲线在一起 那你一定记着 它们都关于直线Y等于X对称 因为有了对称性 所以通过面积 就更容易表示出点个坐标 把坐标带入解析式 就可以解除B了 最后注意要验证一下它的可能性哦 下课回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